观众朋友 泳民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及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选拔赛的比赛直播 今天进入到了本届赛事的第五比赛日 要为大家带来第八场直播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游泳世界冠军吴鹏指导 与大家一起来关注比赛 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第八场的直播将共进行八个小项的比赛 按照竞赛顺序将分别是男子100米自由泳半决赛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 男子200米蝶泳决赛 女子200米蝶泳半决赛 男子200米挖泳的半决赛 以及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以及最后压轴的男子4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刷新了亚洲记录 那么男子200万呢 我们看看青海洋 能不能在这个项目中 大家有所突破 包括 女子200混 叶石文奥运决决也将登场 这些都是我们 比较关注的一些项目 那么结合着比赛的进行 再和大家来深入探讨 好 我们看到参加男子100米半决赛第一组的运动员已经登场 七道来自河南周克的李永威 在预赛当中是游出了50秒08的成绩 二道来自山东好沙的刘绍峰 预赛成绩为50秒07 六道来自广东的何建斌 预赛成绩49秒84 三道来自河南周克的王浩宇 预赛成绩49秒51 五道广东名将于赫心 于赫心是上一战100米自由泳的冠军 他的预赛成绩是49秒37 四道是来自浙江队的潘展乐 预赛成绩49秒03 潘展乐应该是昨天预赛杀出了一滴黑马 他并没有在快速 而且是在编道 然后游出了预赛第二的一个成绩 我们看看今天上午的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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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好 比赛开始 潘展乐的这个出发 跟真的短距离的那些选手相比 还是有不小的差距 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再提升的地方 前50鱼核心23秒43 觉得非常快 半决赛大家也充分调动了自己的状态 看一下最后的冲刺 目前一道也很快 我们看到四道的潘展乐上来了 在游城的过程中 他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道边 潘展乐 49秒51 红金拳 于鹤新 一道的于鹤新也是在今天上午比赛当中 发挥的比较出色了 49秒51 潘展乐的 这个第一的成绩 其实我们看了这几天的比赛 就是预赛 在早间的这个半决赛或决赛成绩不如预赛也很正常 虽然说是 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制的情况下 能够调动运动员的早间的能力 但是这个生理 这个生理反应还是很难去改变的 就只能说是早间的尽量的调动出状态 是的 但是像100米这样的距离 如果说你的差 晚上和上午的差距有半秒的话 确实是还是差的比较多了 因为像100米这样短距离的项目 可能0.1秒 就会有 五六个名词的差别 那半秒的话可能就 二三十号人了 好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100字的第二组 八道胡一轩来自江西好沙 预赛成绩是50秒38 一道陈明杰 一道来自福建周克的陈明杰 预赛成绩50秒11 七道来自天津好沙的王长浩 预赛成绩50秒08 二道来自广东的王小川 二道来自广东的王小川 预赛成绩50秒05 六道杨金童来自天津好沙 49秒74 也是在第二比赛日的男子四成1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作冠 我们来看一下三道是来自河南周克的侯玉杰 49秒48的预赛成绩 侯玉杰也是这些年中国男子短距离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而且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这个接力的比赛 五道来自广东的黄俊逸 49秒19 黄俊逸 49秒19半决赛 四道来自浙江队的何俊逸 在预赛当中是游出了48秒99的成绩排名 所有选手的第一位 唯一的一位游进49秒的选手 一会儿 一会儿 好 出发 嗯 现在开始 大米拳手几乎同时转身 是竞争还是相当激烈 还是四道的何俊宇稍稍领先 五道的黄俊宇排在第二 看下成绩啊 49秒12的半局赛成绩 虽然也是慢于预赛的表现 但是还不错 调的不是非常多 这样何俊宇黄俊宇 潘展乐 洪金拳 杨金桐 于赫心 王浩宇和陈明杰 是进入到了决赛之中 于赫心 广州 王浩宇 河南周克 陈明杰 福建周克 王小川 广东 卓建基 广州 这男子短距离自由泳的竞争还是在广东队和浙江队之间 我们来看一下慢进回放 观看 来欣赏一下 男子飞鱼们在水池中的表现 好电视上现在打出来的就是军机决赛的先销 好电视上现在打出来的就是军机决赛的先销 选手 三名浙江 两名广东 确实包括男子四神一百米自由泳接力这个比赛 也是浙江和广东 是竞争最激烈的两个队伍 接下来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二百米自由泳的决赛 在半决赛之中呢 河北太华的李冰杰是获得第一 所以他是四道出发 当然杨俊轩呢 是这个项目的全国记录保持者 期待两人在决赛当中能够有激烈的竞争 上一战争霸赛当中杨俊轩是游出了一分54秒70的好成绩 但是我们从这种怀疑 情愿的变得更紧张 一切旁边的所有人都会进行 这种人都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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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今天晚上 已经二十四位决赛 尤其是运动员入场 运动员介绍 八道董富伟吉林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字的决赛的出场 八道的董富伟来自吉林 1分59秒41的预赛成绩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一道的张一帆 河北太华1分59秒22 七道的葛鼠童来自山东好沙 预赛成绩1分59秒07 二道来自湖北好沙的爱眼涵 他的预赛成绩是1分58秒99 六道来自广东好沙的爱眼涵 六道来自广东的汤姆涵 预赛成绩1分58秒69 汤姆涵在此前进行了400米自用的比赛当中啊 应该说表现的非常不错 获得了银排 三道来自天洁好沙的董捷 1分58秒53的预赛成绩 五道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全国记录保持者 杨俊轩 1分57秒87的预赛成绩 四道李宾杰 河北太华 李宾杰 四道河北太华 1分57秒54的半球赛成绩 这个项目的世界记录是由意大利名将佩莱格里尼保持的1分52秒98 我们注意啊 有些运动员在比赛前他希望身上零点水啊 能够跟水先有一个接触 有些选手是喜欢身体相对于干燥的一点 干燥一些会能刺激一下入水的时候 我们看选手准备出发 我们看到一出发下去 杨俊轩还是发布他自己速度上的优势啊 前面就冲了出去 昨天200叠的比赛当中张雨菲也是采用了一个同样的尝试 我们也看看杨俊轩能不能把他的速度优势继续保持下去 应该在所有的选手当中 现在他的实力还是最强的啊 虽然李宾杰这次比赛整一个状态恢复的非常不错 但是就是中短距离还是对 从这个项目来看的话可能杨俊轩的实力还是略高一些 没错前100之后就已经落开了李宾杰一个身位 看看最后50米 我个人语气是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啊 尤其看来第三个50米 整一个身体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进入到最后冲刺 看看能不能在1分54秒左右 我觉得有机会 1分54秒57 哇 54秒57 现场也响起了掌声 把他自己创造的全国记录和尚未确认的亚洲记录啊 再做了一个提升啊 是的 我们看屏幕上已经打出来了 是1分54秒57 在确认的新的亚洲记录 非常棒啊非常棒 非常不错 而且他这两个好成绩都是在早间游出来 是的 在刚刚结束的女子200米技术决赛中 山中抗沙代表队的杨俊轩 以1分54秒57的成绩 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让我们热烈的掌声中 享受到新的亚洲记录 代表队表示热烈的猪猪 现场虽然有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 作为观众啊 但是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为运动员取得 在赛场上取得突破 好成绩而鼓掌 当然我们这次的比赛当中啊 这两战的比赛当中 能出现这种破记录的成绩 真的非常难得 记录一方面是 这个选手的个人能力的体现 还有一方面是他这个 最近的状态 以及临场的这个发挥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两枪都是在早间啊 有出破记录的好成绩 状态调整的非常好 也让我们更加期待他之后的 比赛的表现 我们看一下屏幕上 打出了200字的决赛成绩 杨俊轩 李宾杰 汤姆涵 分别获得了前三位 杨俊轩不光是短字的这个优秀选手 同样也是我们混合接力的 以及接力项目的主力成员 接下来第三项是男子200米蝶泳的决赛 也是五指导的主项了 我们前瞻一下吧 这个陈俊儿在半决赛当中 就游出的成绩还是比较优势比较明显 预赛还是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项目我就特别关心 能不能今天晚上 今天早上的决赛有人 能够打到ABL 因为现在这个项目 是中国所有参赛项目中 唯一的一个 还没有选手打ABL的项目 1分56秒48的奥运ABL 希望今天能冲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出场名单 八道的牛广胜来自内蒙古 半决赛2分0秒16 一道的徐芳是来自山东号沙 半决赛成绩是1分59秒96 七道来自湖南号沙的黄志伟 半决赛成绩是1分59秒77 二道张子贤来自安辉号沙 二道张子贤来自安辉号沙 半决赛成绩是1分59秒68 六道王一飞来自四川周贺 他的半决赛成绩是1分59秒48 三道王州来自上海号沙 半决赛成绩1分59秒41 五道余英镖来自广东 半决赛成绩是1分59秒18 四道陈俊儿广东 四道广东选手陈俊儿 半决赛排名第一 成绩为1分58秒47 但是这个成绩整整是比 昂月标慢了两秒 预赛的时候无限接近 差了0.15秒 那么半决赛成绩稍微差了一些 那我们看看决赛 尤其是能不能在 杨静轩破压车记录之后 这个带动下能够也激发自己 挑战记录 是的 但是在昨天的男子 800米的这个自由泳的比赛当中 成龙也是破了A标 就是看看 有没有这个决心 出发 有没有这个决心 第一个五十二十五秒九六啊 我觉得挺好 看看第二个五十 那我们现在六岛的王玉飞也紧随其后啊 四岛的成绩而稍稍领先 五十五秒六八 五十岛开始来算账了 第二个五十稍微慢了一点 我认为第二个五十稍微慢 你看最重要的是哪一个五十 感觉上 按理说第三个五十 但是我们现在看国内的选手 这最后五十好像冲的也有点问题 肯定还是这个体能上面 三十秒五啊 最后一个五十能够到三十秒五 加油 加油 我们看到陈俊安的冲刺还是很有力的啊 六道的王玉飞也还在 现在已经拉开了一些差距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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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 五十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 有机会有机会 差一点点 还是差一点 一分五十六秒七七 差了不到零点三 不到零点零三 我们来看一下 差了不到零点三 零点三 一分五十六秒七七 陈俊安 很可惜 还是第二个五十和最后一个五十 都稍微慢了一些 就不管第二个五十 最后五十 哪个五十稍微快一点 应该也就打 A标了 您看他之后啊 从今天这个表现来讲 那之后 要在这些细节上注意哪一点呢 技术动作肯定一方面了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多游吧 这个因为三场比赛我都看了 然后可能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啊 就是你像预赛的时候前面冲得很快 然后150我记得是前154 150一分二四 最后可能游了32秒 最后冲刺冲不动了 然后呢到了决赛呢前程55秒 那么我说第二个五十慢了一点 然后最后五十 虽然比预赛的最后五十要快 但是整一个冲刺感觉还是显得稍微爆发力不够一些啊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 要去再去熟悉熟悉这个项目啊 具体该怎么游 其实作为他们现在这样的运动员 是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 然后那么在这种固定的模式下 怎么去提高每一个五十的这个成绩 包括提升滑水效果 这个这是后期训练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然对他来说还有机会 因为在奥运前应该还会有比赛 给到选手这个冲击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转播画面当中呢 是在回放杨俊轩在女子200米自由泳当中的表现 200米自由泳的决赛呢 今天是第二个竞赛项目 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亮点啊 让我们在早间也是神经受到了一些刺激 一个破亚洲记录的好成绩 接下来呢 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女子2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 刚才在杨俊轩游了200字的时候 因为技能确实前程就冲得非常猛啊 然后其实150游完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出意外应该是能破记录 只要最后50游近30秒 那作为一个女子自用短距离 而且这么优秀的选手 最后50游近30秒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果不其然 这个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这个亚洲记录 非常给力的选手 是的 这也让我们更加期待她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 不知道怎么看这个女子200字 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个竞争的局面 或者说在成绩上的一个要求 女子200字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成绩要求 和竞争局面 我是觉得从现在杨俊飞的势头来说 那我觉得最低 对于她自己来说 最低的目标可能也是要 至少要拿一枚奖牌吧 然后那么有没有可能 这个颜色 橙色更鲜艳一些 那也得看临场 但是我觉得像今天这个成绩 尤其在上午的比赛当中 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了 还是具备一定 但是因为确实也是因为疫情 包括有些国家的选拔赛 像美国加拿大 这两个国家的选拔赛都还没有比 所以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 在两个月后啊 7月份的东京奥运会上面 各个国家的选择是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这个项目的原亚洲记录是 日本的名将 池江丽花子保持的 最近他也在这个 媒体平台上也非常火 这些选手以他非常励志的故事 参与为了东京奥运会 参加东京奥运会啊 与并魔作斗争的故事 也是吸引了很多人关注 好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女子2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 出席等项比赛 当场嘉宾是 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张炳传先生 好 获得女子200米自由泳 第三名的选手来自广东 汤穆涵 第二名来自河北太华的 李宾杰 李宾杰在女子400米的 比赛当中呢 是拿到了冠军 获得第一名的是 杨俊轩 山东浩沙 冠军是来自山东浩沙的杨俊轩 今天再度是 打破了自己的最好的成绩啊 一会儿李宾杰还要参加 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 今天上午也挺辛苦的 是的 让我们再次恭喜杨俊轩 获得了女子200米自由泳的冠军 并且打破了亚洲纪录 好 观看完了 那女子2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之后呢 我们再把心情重新拉回到赛场之中 接下来将会又是一项精彩的半决赛的较量啊 争夺决赛权 女子200米蝶泳的半决赛 我们来关注一下 一会儿第二组另一位 我们优秀的女将张雨飞的表现 张雨飞在预赛当中是游出了2分06秒11的成绩 先来看一下第一组 刚才我们看到男子200蝶决赛 稍有点遗憾 那女子200蝶现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看整体的这个竞争呢 女子200蝶的话 我觉得现在张雨飞的这个实力还是没有人能够还可以撼动 但是我自己觉得啊 就是今天的这个半决赛呢 对于她来说 就是如果是我是她 或者我是她的主管教练 可能会对于她的整一个 呃 游城做一些控制 把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这个决赛当中 因为我们看这个 呃 杨俊轩200字的整一个从预赛半决赛到决赛 她是她是一个不断递进的一个过程啊 包括在你想在半决赛的时候 她还只是排在第二位啊 李冰杰还排在第一位 但这不完全 不影响她在决赛中能够创造这样好的成绩啊 因为对于一个八天的比赛来说 而且像张雨飞也要参加多个项目的争夺啊 这之前已经呃参加了一个100节的这个决赛了 呃 然后也参加了200字的预赛 所以对于她来说 我觉得也适当的可以考虑这个体能上做一些呃储备 有时也是可以压一压状态哈 是的 确实到奥运的赛场上也是这样赛程漫长 呃 也是会有多枪需要调整自己的竞技状态 张雨飞今天在预赛啊 昨天在预赛的时候 也是采用了一个比较呃 一个游法的尝试啊 在前程冲的比较快 今天也看看她会怎么去游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 第一组选手已经登场了 三道来自山东浩沙的都悬 预赛成绩为2分11秒64 五道的马泳会来自河北太华 2分10秒37马泳会参加了多项自由泳的比赛 嗯 四道预赛排名第二的预理延来自广东 她的预赛成绩是2分08秒62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亚洲纪录 全国纪录 都是由名将刘子哥保持的2分01秒81 嗯 嗯 中文字幕——YK 出发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云林也有一个很明显的提速 把这个领先优势拉到了将近一个人的优势了 因为确实对于每个运动员来说 虽然可能这个项目张雨飞的实力会更突出一些 但是首先还是要游出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水平 对手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你只能把自己应有的一个实力能力表现出来 雨里言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在这一组当中2分08秒55 是的 拿下第一 我们通过这些成绩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张雨飞在国内啊 这个项目上的一个领先优势 基本上第二名都能跟他有将近两秒的一个差距 其他的选手啊 基本上都是 能到10秒已经是挺好的成绩了 是的 昨天预赛当中啊 也只有三名选手 包括张雨飞在内 游进了2分10秒 好 看一下最终成绩啊 雨里言2分08秒55 马永慧2分11秒27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二组登场的选手 八道的周雨琪来自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2分13秒92 一道张一帆和河北太华 一道张一帆来自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是2分13秒57 刚刚参加完女子200米自由的比赛啊 获得了第四名 七道尹家河来自浙江 预赛成绩2分13秒06 二道来自福建周克的吴雨林 预赛成绩2分12秒40 六道来自山西爱飞鱼的刘芷彤 预赛成绩2分11秒80 三道来自山东号砂的南岳 2分11秒42的预赛成绩 五道来自福建周克的朱家明 预赛成绩2分09秒36 朱家明也是三个由近2分10秒的其中一位 四道名将张雨飞来自江苏四方 预赛成绩是2分06秒11 张雨飞的能力是可以游近2分06的 是的 但是她也表达了美好的期望 现在能游到2分04 我们看今天这个游城 貌似又是毫无保留 还是拼的比较凶的 是不是要看一下自己的潜力 前50就已经甩开了 所有选手一个身位以上 这个在200米的游城当中 这种优势和游法还是挺厉害的 当然在今天早间的话 她也就只有这一个竞赛项目的话 还是可以冲一下 前159秒30 跌游泳还是有很多不同风格的选手 像上一战我也跟几岁嘉宾交流 一样聊了一下 她就是属于喜欢在后城来慢慢发力的选手 但是她在轮斗奥运会的时候 她是前面冲出去了 是 后面是顶 后面去顶 当然她也改了 当时改了自己的一些技术动作 来看看张雨菲的成绩啊 也是在06 06.31 她现在成绩可以稳定在这样的一个成绩状态下 如果游的状态更好的时候游近2分06 200跌还是如果从目前的包括两年前世锦赛的成绩来看 她现在这个成绩还真是非常理想 这样几位大家关注的这个明星选手啊 是毫无意外的进入了决赛 我们刚才看到转播画面当中啊 俯拍的一个镜头里 一个 也很平常的镜头 但是只有张雨菲一个人 一个很 怎么说 很常规的构图 但是已经 无法把对手 囊括进来 来看一下进入决赛的名单 张雨菲与李延 朱家明 张一帆 马永惠 蓝月 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选手了 那我们也期待着200跌能有更好的成绩 稍后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男子200米挖勇的半决赛 今天男子200米挖勇呢 秦海洋和 炎子贝是在第二组 同组来禁忍 现在进行第五项 男子200米挖勇的半决赛 由此第一组运动员入场 运动员介绍 八道 余瑞涵 山东浩沙 西拉开亚第一组 八道 余瑞涵 来自山东浩沙 预赛成绩 2分19秒 46 一道 沐云鹏 天津浩沙 一道 沐云鹏来自天津浩沙 预赛成绩 2分19秒 18秒99 七道来自重庆的 王伟航 预赛成绩 2分18秒32 二道 刘云松 北京水利方 二道 刘云松 来自北京水利方 预赛成绩 2分17秒75 六道 毛飞联 浙江队 六道浙江队的 毛飞联 预赛成绩 2分17秒36 三道 殷氏豪 广东 三道广东队的 殷氏豪 预赛成绩 2分16秒22 五道 深豪 河南周克 五道 深豪来自河南周克 预赛成绩 2分16秒整 四道 湖北浩沙的 俞宗达 预赛的成绩为 2分12秒29 俞宗达呢 昨天也是在 预赛当中 是和 秦海洋一组啊 所以成绩也被 殷氏豪带的比较快 嗯 逆入水呢 我们看到现在 五道的生蚝 还在低 200米挖用呢 它整一个技术特点 和100米挖用 还是有一些 巨大的差别 它整一个滑平 拉得更长 在水中的整一个 滑平的距离也更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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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看一下道边的时候能不能逆转一下 逆袭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目测还是生豪 余宗盛是落后了0.03秒 生豪2分13秒96 余宗盛是2分13秒99 余宗盛这个成绩跟昨天晚上的预赛比差了一些 还是退了一点 您看是不是也是有带动的效果 还是因为是晚间比赛 可能还是没有太适应上午的这个半决赛的这一个感觉吧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还是比较强大的 2分06秒12 是由俄罗斯选手库布科夫保持的 亚洲记录是渡边一平日本选手2分06秒67 有请第二组运动员入场 运动员介绍八道杨洪凯江西浩沙 来看一下第二组的登场选手 八道杨洪凯来自江西浩沙 预赛成绩2分19秒09 一道的董亦凡来自浙江 预赛成绩为2分18秒85 七道秦龙顺来自山东浩沙 预赛成绩为2分17秒95 二道张瑞轩来自湖北浩沙 预赛成绩为2分17秒37 六道广东队的秋天 预赛成绩2分16秒90 三道黄潮生来自湖南浩沙 预赛成绩2分16秒10 五道阳北浩沙的名将颜子贝 预赛成绩为2分15秒92 四道秦海洋预赛排名第一 来自上海浩沙 预赛成绩为2分11秒58 两名老对手 在半决赛提前相遇 在相邻的领导道展开竞争 对手 在相邻的领导道展开竞争 出發 出發和前程這個閻子輩搶得比較兇 因為相對來說他的速度更好 所以如果當然今天是半決賽了 就包括我們預見他在決賽 如果不能在前程確立足夠的優勢 靠後程追會比較難 對靠後程去趕他的這個耐力一個方面 可能也不是他的強項 前一百游了一分零二秒九四 岩子輩在前程的保持還是不錯 我們就看一下最後五十 領先了前海洋有兩秒啊 哇 哇 兩分十二秒四四 岩子輩率先倒邊 秦海洋還是有所保留這樣看來 對秦海洋我覺得雖然這次比賽前面表現的狀態一般 但是今天這個成績肯定是有所保留 對他來說先游進決賽就夠了 是 那岩子輩的目標可能不太一樣 想衝一下 嗯 參加男子二百米蛙泳決賽名單 岩子輩五位靠山 這樣岩子輩身豪余宗達秋天 秦海洋張瑞軒 黃朝生和劉雲松是進入到了明天的決賽當中 男子二百米蛙泳啊 現在秦海洋半決賽排在第五 會在編道來出發 接下來呢我們短暫的可以從這個賽場的競爭氛圍當中呢 抽離出來一下休息一下 將會為大家帶來的是男子二百米蝶泳的頒獎儀式 今天陳俊兒在男子二百米蝶的決賽當中呢 也是非常盡力啊去衝擊A標 當然很可惜差了一點 但是也不影響他今天奪得冠軍 我們還是在這裡提前恭喜一下 再來看一下 這個是男子二百米蛙的晉級的第二組的半決賽成績 以及最後的晉級的名單 好 稍後我們來看一下男子二百米蝶的頒獎儀式了 剛才吳之島也是非常為選手們操心啊 因為自己的主項也是為年輕的選手們提了很多建議 期待他們能夠在未來有更好的表現 你現在看到就是陳俊兒在男子二百米蝶決賽當中的表現 其實我們也能看到年輕隊員們也是非常努力 因為在這裡也給大家抱一個小料啊 今天在比賽開始之前的熱身環節 也有這個在預賽當中可能表現欠佳一些的年輕選手 也是主動找到了我們吳之島來聊一聊 也是取取金 其實大家也都很希望能夠在自己的競技道路上能夠 有更好的表現和發展 當然年輕選手覺得樹立目標 同時還要有一個非常系統的針對性 才可以把他的成績更進一步 獲得男子二百蝶 第三名的選手是來自廣東的余英彪 獲得第二名的是王怡菲四川中客 獲得第一名的是陳俊兒廣東 您看現在這個男子蝶泳啊 一百二百這些年輕的選手們 他們之後可以針對 針對自己做哪些調整呢 或者說針對這個項目的特點 太多了 講不過來啊 還要根據自身的情況來看 當然你也提到這個項目的訓練也是非常艱苦的 還記不記得當時自己訓練的時候 也最痛苦或者最辛苦的時候 主要還在高原訓練比較痛苦 因為迪勇他耗仰比較大 其實在日常的訓練中 我個人覺得至少我是能成熟的 而且我自己認為我不是屬於那種特別刻苦的運動員 你這樣說就沒有給我們年輕的人 樹立一個很好的榜樣了啊 我是屬於 教練員能夠有安排我可以完成 但是你想讓我自己多加練刻苦再去 那是沒有的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 我們最後沒有在非常高的一個高度的一方面的原因啊 這個所以 也希望年輕的選手別學我 年輕的選手們更加努力更加刻苦 好我們來看一下男子 女子200米個人混合勇的決賽即將為大家帶來 這個比賽當中余怡婷、葉詩文 還有排在第二的陳一心 這三位選手正好是在三四五道 看一下他們之間的較量 余怡婷在四百混已經拿到了冠軍 您覺得在您見過的這個男女 對於國家隊運動員當中啊 就是有沒有特別佩服的訓練刻苦的楷模 劉子哥 讓你會很驚訝到是嗎 不會驚訝不會啊 但是會很能看到 包括周日自己背著抱一個人去訓練場 我們當時看到的時候我心裡就想 這樣的人不拿奧運冠軍誰拿奧運冠軍 所以我們拿不了是因為我們真沒有這樣去做 就是拿著去 包括這個還是有很多運動員是非常努力 但是這個競技體育有時候殘酷也是因為冠軍只有一個 這個天賦加努力才只有成功的關鍵 但是你不努力是肯定不行 但是也不是努力就一定能夠拿冠軍 因素是很多的 而且既然是競爭嘛 還會有對手 當然了我覺得競技體育可以給大家帶來一些啟示 就是命運把握在自己手中還是要通過自己的努力去來完成 但是我覺得競技體育還是好在一點 就是還是會有一個指標啊 有一個成績在這裡 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大家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追逐自己的目標 哪怕無法實現 無法達成的話 哪怕無法實現 哪怕無法達成 畢竟也努力過 追求過 付出就無回 女子200米個人混合用的決賽 有請運動員入場 運動員介紹 八道趙敬雷 來看一下 女子200米個人混合用的決賽 八道趙敬雷來自河北太華 在半決賽當中的成績是2分16秒77 一道來自浙江隊的鄭惠宇 半決賽成績2分16秒46 七道尹家河 七道尹家河 半決賽成績是2分16秒28 二道 前興安 浙江隊 二道來自浙江隊的前興安 半決賽成績為2分15秒52 六道 王欣雅 廣東 六道廣東隊的王欣雅 預賽的半決賽成績是2分15秒34 三道 浙江隊的奧運冠軍也失文 半決賽成績2分14秒04 排在第三位 五道 上海耗殺 五道 上海耗殺隊的陳馨儀 半決賽成績為2分13秒24 四道 渝依廷 座江隊 四道 浙江隊 余依廷 半決賽游出了2分11秒18 我們看啊 在女子跟混合泳這個項目當中呢 浙江隊的集體優勢還是非常明顯的 進入決賽的8位選手當中 有5位就來自浙江 而且這個 葉世文 余依廷 都是冠軍的有力競爭者 這次比賽呢 確實從狀態表現來說 余依廷要更好一些 那麼 葉世文 雖然在這個半決賽當中 還沒有竭盡全力 但是整一個狀態 這次比賽其實 還是比較一般啊 所以我們看看今天晚上 今天早上這個決賽 嗯 嗯 嗯 蝶泳呢 應該是余依廷 比較優勢的一個項目 然後一個泳姿 那 所以 前程也衝得比較猛 27815 而且今天這個轉身道邊也剛好 距離把握得非常好 嗯 那麼進入到楊泳呢 呃 小將余依廷的這個優勢 會被縮小一些啊 因為通過前面幾場比賽看 楊泳還是他相對 較弱的一種泳姿 我們可以看到葉世文和 呃 前行移 都在追啊 追上來了 嗯 來看看挖泳 嗯 800會因為每個泳姿的這個距離 游程還是很短呢 這節奏很重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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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一亭的能力狀態保持還是很好 從巴泳來看呢 他這個優勢繼續領先在一個身位 那現在看看葉世文是不是能 比半牛泰成績更好一些 最后50米自由泳的衝刺 看一下葉世文和陳欣宜第二名之爭 還是比較激烈 現在兩人並在一起 雨停應該也能破10秒 應該能破10秒 嗯 9秒64 嗯 嗯 200混的世界紀錄是2分06秒12 嗯 小姑娘對於今天自己的表情應該是挺滿意的 嗯 2分09秒64啊 嗯 這個成績 也是大幅超出了這個項目的A標 當然這個項目我們達到A標的成績也是 選手還是挺多的三位 呂一亭 呃陳欣宜夜世文都是超出A標的成績 2分11秒58 第三項項夜世文做將隊2分12秒57 在這裡再次恭喜余依廷啊 是囊括了女子200米混合勇 400米混合勇的兩個個人的冠軍 比萬賽啊 啊夜世文也是對於小將予以擁抱祝賀 嗯 曾經也都是從這個階段經歷過來的 夜世文在他這個年齡的時候 是的 是取得很優異的成績 接下來我們將會為大家帶來的是在泳池當中啊 號稱這個 净水泳池比賽當中的馬拉松項目 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決賽 這個項目呢我們在前天的晚間為大家帶來的半決賽 確實游的游成很 帶來遇賽遇賽就是游的很漫長 但是決賽我相信這個競爭會更加激烈一些 李兵杰王簡嘉禾 這兩位中長距離選手 以及河北隊的這個一眾這個中長距離好手啊 希望他们能够 集团优势 对 集团优势 能够把这个节奏带起来 八名选手中有四名选手 都是来自于河北 八道陈慧慧来自于广东 比赛成绩16分27秒98 一党 欣欣 山东跑山 欣欣 国国公开水域的市井赛冠军 预赛排在第七 16分26秒70 排在第一用道 二道 张可 河北太华 二道来自河北太华的张可 预赛成绩16分16秒53 六道 马勇慧 河北太华 六道 马勇慧来自河北太华 预赛成绩16分15秒08 三道 李冰杰 河北太华 三道 来自河北太华的李冰杰 在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夺冠 预赛成绩是16分14秒19 五道 欧雅文 辽宁浩沙 五道 来自辽宁浩沙的侯雅文 他在预赛当中游出了16分10秒14的成绩 四道 王剑佳和 辽宁浩沙 四道 这个项目预赛第一 王剑佳和 15分51秒33 当时也是游出了一个比较快的成绩 亚洲记录保持者 这个项目的场外的竞争也挺火爆的 我们在现场就能听到 为辽宁队加油的助威的这个现场观众声音啊 声浪很大 当然也有为李冰杰加油的 就是慈禧彼伏的声音 我们希望一会儿在游场当中 大家也能喊起来 让这项目不至于过于枯燥 李冰杰前面参加了一个西洋200米自用的决赛 这个不知道对体能会不会有些影响 好 选手出发 前程还是比较关键 我觉得李冰杰如果说今天决赛想跟王剑佳和较量一下 前程一定要跟住王剑佳和的这个速度 一旦被拉开了 也就丧失了这个争夺冠冠军的这个机会 但是确实前面游了一个项目呢 体能多少还是有些消耗 然后那么对王剑佳和来说呢 还是要游出自己的一个风格 和自己的一个水平 因为确实从实力上来说啊 现在他在这八米学校当中 他还是最出色 而且呢心态也别急 就算前程拉不开李冰杰 也自己的心态不要发生变化 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油 因为从实力上来说 你比李冰杰水平更高 他就算是跟得住你 他也是需要花费巨大的这个体力 所以现在进入到150秒 我们看到这个冠军的争夺 应该只剩下他们两名选手 所以今天这一圈 我觉得还是挺有看头的 这个是相信赛前那时候 两位选手的主管教练 也一定有一些布置 所以这比赛中也是 一个斗志斗勇的过程 而且从现在的游城看 李冰杰也不想 这么轻易的就放弃 看两个人相互的促进 能不能让早间这个项目的成绩 有所提升 能有一个好的成绩 我要是李冰杰 那我就贴过去 嗯 贴的第四种道去 是 但是他们现在的距离 是不是会尴尬一点 其实还好 因为从王军加克线 有把你看 它很明显的 它是要远离 这个李冰杰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贴的右手去 所以我要是李冰杰 我就贴的第五道 第四道那个水线去 这是中长距离选手 一个惯用的战术 要去借助一下这个水事 让自己能稍微省力一些 因为比赛嘛 就是你在合规的范围 范畴内 你肯定是要运用任何可以尝试的方法 咱们不能说这个是有什么问题 这也是技术的一种 这也是体育的魅力 看点之一 巧劲 其实确实 运动项目也不是光靠身体的拼搏 要动动脑子 找找办法 当然因为游泳这个项目 更多是和自己 和时间的一种竞争 运动人之间还没有身体的对抗 对 从现在看呢 确实这个李宾杰跟王典佳河的差距 这一把又拉开了一些 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形式发展的话 基本上可能到800之后 可能李宾杰就不太好跟了 对王典佳河的这种冲击力就不大了 但是确实这个项目 王典佳河的实力还是要更强一些 他也是亚洲纪录 保持着 保持着 年龄上也更有优势一些 虽然李宾杰当时出道的时候 我们也是称为天台上 现在也很年轻啊 还不到二十岁 五米了 好 今天上午除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决赛之外 还有男子4乘200米接力的决赛 结束了上午的比赛之后 为期9天的比赛赛场也过半了 不知道我接这个机会 因为咱们这场比赛的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之后几天还有哪些看点呢 感觉你有哪些可以关注的比赛 为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今天呢是进入到比赛的第五个比赛日了 那么应该说整一个比赛也过半了 总共9天嘛 那么之后呢 这个我们看像 男子的这个100米蝶泳 这个我自己因为是蝶泳出生会比较关注蝶泳这个项目 包括男子的200米羊泳 那么许家瑜应该说 看看在200米羊泳上面能不能再有一个好的表现 那么往后看呢 像男女的50米自由泳 包括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刘湘 本身第一天是爆了 第二天是爆了100羊 但是也齐全了 那相信在他自己的主向50米自由泳上面 他还是肯定会是全力出战 所以 还有很多的精彩的比赛等着我们 应该说 截止到现在 应该说这个整一个小将们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包括今天刚才有破了亚洲记录 包括前两天张宇飞的100迭友 也无限接近于他的自己的保持的亚洲记录 包括接近世界纪录 所以 名将们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么小将们呢 其实这次比赛 通过这次比赛 我觉得也达到了一个锻炼的一个机会 一个效果 然后 也期待后面的比赛能够 更加的精彩 更加精彩 也是期待 我们的明星选手 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 出场的表现 大家其实确实留下 第二天 很多喜爱他的永迷 没有看见他 之后呢 也是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这个比赛直播 直播当中见偶像 大家还有包括福渊会 福渊会之前比赛挺可惜的 嗯 比赛已经过半了 然后轻入到八百米了 我们可以看到 呃 王宁佳河现在有七到八米的一个优势啊 这个 应该说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我们看呃 道边的裁判也是在给选手们示意啊 这只是排示意的是他们的呃 目前的转身的圈数 嗯 烫数 是 这游泳这项目还是一个来回折返的项目 嗯 不像田径 室内的田径是绕圈 呃 滑滨啊 速滑和短道速滑是绕圈 他这个是来回折返 是的 需要记这个 呃 呃 记到边 嗯 就数到边就可以来数自己的游程 也因为是来回折返 所以对于长期的来说 转身就尤为重要了啊 像一千五百米有二十九个转身 啊 我们在我们当时在开玩笑 你每个快零点一 就是就是将近三秒 如果快个零点二秒 就是五秒 嗯 那你要在游程中碎会这五秒 那是相当困难 五秒就是 七八米 是 这些细节都是选手们需要去抠啊 去 对 算计的点 包括还有长距离你在游程当中 怎么样保持自己一个直线的游行 嗯 呃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让自己的整个动作不变形 我们看啊 今天上午应该王建佳科这个成绩 也是会非常不错啊 我们刚才算了他一百米 现在是三秒五 啊 比他预赛的时候 预赛的时候有几百斤游出四秒 啊 那么 这个 不确定能不能像记录冲击 但是应该会比预赛的成绩要好 如果这样继续保持下去的话 对 当然是不是也是在赛前就感受到了竞争对手的冲击 因为游戏在四百 这次四百字也没有比好 所以是一个促进 因为第一天比赛当中的时候 我其实也说过 就是说 呃 因为比赛它是个漫长的过程 啊 因为你不光只比一个四百米 后面还有八百一千五 当时我也说 就是 既然这个项目已经比完了 怎么样 更快的从这个项目失利的阴影中 走出来啊 显得是尤为重要的 因为你后面 还有自己的主项目 就算是 这次比赛输了 这次比赛状态不好 但是 呃 因为九天的比赛 后面还有 很多时间 机会去让你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应该说这一点来说 通过今天这个比赛 我们看王天佳哥做得还是不错的 好 嗯 这摆稍微慢了一些啊 七百稍微慢了一些啊 嗯 还有三百米啊 夏疑我天佳哥 现在看可能破纪录够呛 但是比预赛15分51秒 更好一些应该是有机会 而且我们看李兵杰也游得非常不错 这个并没有说因为蜡下来放弃追赶 还是3秒5这本又回到300多了 应该和记录差一点 当然我们希望最后把王健嘉车能够展现出 常有力的冲刺了 能够再次打破纪录 是 还有150米 最后的两个转身 李兵杰在带动下成绩应该也会好于一赛成绩 对 应该也是也能破十6分 好 摇零了 最后一板 最后一板 黄简嘉和加油 45秒59 要游到58秒 这个最后一板 对于选手来说游到58秒还是有难度 如果要破纪录的话 但是比预赛好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就更快 15分20秒 美国名将来得及保持的 还是挺恐怖的一个成绩 是的 好 我们看看能不能游进15分50秒 黄简嘉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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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能破50秒 好的 15分49秒07 一个好成绩 15分15分50秒35 也游进了16分 1500米自由泳 女子项目的奥运A标是16分32秒 两人都是大幅超过这个A标的水平 我们看这个河北的名将们水平也都很高 这个辽宁的侯亚文是排在第三 接着就是张可 欣欣 马永惠 于卓轩是第八 陈卉卉第七 因为这一战也有很多名将重新来参赛 所以这个竞争就会显得更加激烈了 比方上一战 河北队一直独秀 800到1000都是三位选手 联手囊包揽的演讲台 我们来看一下王简佳和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的表现回放 十四分路是大月澳三路 第三名是首亚文 辽宁号山16分12秒 6 2个人 出面的村 Ain 城南人 3没有上海 掌握一封 c融 三 3 4 4 7 8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泳迷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及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的选拔赛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颁奖仪式 浙江选手余怡婷是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当中发挥出色 继400米个人混合泳之后又拿到了200米混合泳的冠军 而且也是再次游进两分十秒 应该也是她在上午的比赛中第一次游进两分十秒 所以游玩以后小姑娘也非常开心 现在电视画面当中呢 就在回放余怡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当中的精彩表现 今早公升的银行杯 2021年全国游泳冠军赛 即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与此200米个人混合泳 颁奖仪式 现在开始 请获奖运动员颁奖嘉宾入场 出席本项比赛的颁奖嘉宾是浙江省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伟先生 获得第三名的是叶诗文 第三名 叶诗文 在这里呢我们也致敬老将的坚持 像叶诗文他的故事我们也是经常为大家讲 他在奥运会上夺冠已经快要十年的时间了 明年就是十年时间 其实在小小年纪的时候 也取得奥运冠军之后啊 经历很多挫折还有低谷 最终还是能继续站在赛场上去为梦想而拼搏 这不是一般运动员可以做到的 第二名是来自上海浩沙的陈欣怡 今天也是表现得不错 第一名刚才也给大家介绍 今天游进了两分十秒之内的浙江的选手 云一婷 今天上午还是有不少好成绩的产生 女子200米自由泳啊 还有这个200米个人混合泳 包括刚才结束的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 选手们都是创造了这段时间的好成绩 比自己的预赛成绩 半女赛成绩都是有提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把目光继续投入进今天的比赛当中 上午的最后一项决赛 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即将开始 在该项目的预赛当中啊 浙江队还是游出了第一的成绩 7分35秒34 所以他们将会在四岛来出发 这个项目在预赛当中呢 徐家瑜呢也是登场游了第一棒 我们一会儿来关注一下 选手们在这个项目上的表现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 男子4乘200米自由泳接力呢 曾经作为我们男子的男友的这个接力项目 在奥运会上夺得过奖牌 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 有请预赛队不长 听众队介绍 八道辽宁号杀 李明浩 王景志 王晓德 王赫宁 八道辽宁号杀队 他们预赛当中的成绩是 八分零八秒六五 一道河北太华 他们的四棒是一道的赵芷浩 二道的张成朔 三道景瑞 三棒景瑞 四棒王冠斌 他们在预赛当中游出了八分零七秒七八的成绩 七道北京水利方 预赛游出了八分零六秒五零的成绩 决赛当中呢 他们的棒次是一棒丁燕深 二棒王华峰 三棒张帅 四棒周裕 二道江苏四方 二道江苏四方 预赛七分五十一秒六四 决赛棒次是一道的陆明瑞 二棒的好运 三棒叶思辰 四棒许浩南 六道上海浩沙 刘伯文 陈超奇 六道六道的上海浩沙 预赛成绩七分五十秒七一 决赛第一棒是刘伯文 第二棒陈超奇 第三棒 凌华南 第四棒定丁 三道广东队啊 第一棒王小川 第二棒陶冠南 第三棒罗敏西 第四棒陈俊尔 陈俊尔今天还游了两百叠 也是多项征战啊 广东队的预赛成绩是七分 四十八秒三零 五道是一个联队 五道联队黑鲁联队 黑龙江和山东队的一个联合队 预赛游出了七分四十秒七二的成绩 他们的棒次是一棒的孙永峰 二棒王家琛 三棒孟瑞 四棒是李化军 四道浙江队 四道浙江队 棒次是一棒陈恩德 二棒潘展乐 三棒的费力伟 四棒 洪金拳 今天 徐家宇没有登场 是的 徐家宇应该也是预赛第一棒 有一个两百米的成绩 从预赛来看 这浙江队的优势还是相当明显 当然浙江队的中短距离自由泳的好手也非常多 可选的面也很多 是的 四拳二这个项目 应该说这十年浙江游泳 几乎是没有输过 就有一次输给了山东队 但基本上每一次这个项目 冠军都是浙江队 整体水平比较高 就这样河北的女队的 这个中场距离都是比较有特点 是的 好比赛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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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 好,进入到第三个50 好,我们看到今天舞蹈的顺永风 也游得非常好 现在跟成人的几乎是定价齐驱 我每次看到这个成绩就会做一番联想 其实昨天晚间因为进行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比赛 当时我们不是说到张琳的记录吗 我看一下张琳的记录 并比这个四成二预赛混合接力的冠军队的成绩还好 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看一下第二棒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游城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棒各队张承硕好运 桃冠南 潘展乐 汪家圈 陈超奇 王华峰 王席志 大队张承硕 王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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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棒 浙江队张承硕 王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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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队张承硕 王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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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我知道你们在训练当中针对接力啊或者一些项目来讲 会不会给增加一些难度 例如说 例如如果你看一下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 是不是在训练里面会多增加一些 例如追的跟这个对手去追一下 比较少吧 这个一般练接力 我们可能更多的都是练一些交接棒上的一些这种训练 因为这个比较关键吧 尤其是水平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交接棒的时间能够控制好的话 也能节省出很大的一块时间 而且而且作为那个比赛的过程中又怕交接棒太快了 这个强调啊 反规被取消资格 所以更多的还是交接棒的训练 然后呢可能四名队员也不一定在同一个教练组 然后所以训练的时候还是各自的根据自己的专项做一些训练 您看在交接棒的这个练习上来讲 从这个交棒人和接棒人这个角度来讲 大家都要注意一些什么 其实还是要 最主要的我觉得 要熟悉这个 你前一棒选手的一个技术特点 那我们在这个交接棒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这个队员说啊 这个倒边的时候 宁可是汤一下 别多来一下 就是因为 这个岸上的选手 他以为你 这个动作可以到 结果 你宁可又来了一下 所以就晃了他一下 而且对于他的整个出发起跳也受影响 就算没犯规 他的出发起跳 可能也不够充分 所以我们 一般的要求呢 就是你最后 宁可打两条腿 手别再花 多花了 好 最后的五十米 好 进到最后五十 这张队一马当先 四分二十秒六一 这些成绩是 大幅超过了 预赛的成绩 浙江 广东和江苏 还在等七到北京水利方队完成比赛 好 比赛全部结束 在这里恭喜浙江队来到了男子四层二百米接力项目的冠军 男子四层三百米自由有接力决战成绩 第一名 看见队 新生二十秒六一 我们看见 画面中看见了朱志导 也是来 祝贺一再这些年轻小朋友们 是的 新生二十七秒六八 那么截止到现在呢 今天上午所有竞赛项目都已经结束了 那么之后我们还会有两个项目的颁奖仪式 一个是女子一千五百米自由的颁奖仪式 和刚刚结束的男子四层两百米自由接力的颁奖仪式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本次比赛历时九天 九个比赛日将会对三十五个奥运项目的比赛进行争夺 看一下男子四层二百米自由接力的最终的成绩 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项目我们拿过奥运会的奖牌 咱们的全国记录的成绩是 七分四秒七四 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呢 在重放王简佳和在一千五百米自由泳比赛当中的精彩表现 今天在女子一千五百米自由泳比赛当中 还是有竞争有激发 在这个李宾杰参赛的这个竞争的压力之下呢 王简佳和是越比这个状态出来的越好 最终呢是把成绩啊提升到了15分50秒之内的好成绩 这个成绩呢虽然没有超过他自己保持的亚洲记录 但是比他19年光州市体赛取得铜牌的这个15分51秒的成绩来说还是要好一些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王简佳和这两年的一个进步 继续努力在东京奥运会上面期待他能实现突破 这个项目是东京奥运会新增的比赛项目 如果能够拿到奖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收获 当然李宾杰在今天的比赛当中也很拼 先是参加了这个200字的比赛 然后这个李宾杰现在付出以来参加项目也非常多 拿了400字的冠军中场 明天到800字应该也能看见他们的身影 是的 这些自由泳中场距离的女战士们 其实还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在这么多天比赛当中啊 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 利用现在的等待颁奖的时间呢 我们也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再为大家预告一下吧 今天晚间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的直播 今天进入到了第五个比赛日 晚间照样是19点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五个单项的预赛 其中包括女子100米自由泳 男子200米洋泳 女子200米八泳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 和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 也请大家今天晚间呢 锁定我们的直播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 有请莫奖用人颁奖嘉宾入场 出席本上领奖的颁奖家宾室 辽宁省集职局长宋环先生 王剑嘉宾和李宾杰 侯雅文 分获前三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获得第三名的来自辽宁浩沙的 侯雅文 获得第二名的是李宾杰 河北太华 亚军李宾杰 获得第一名的是王剑嘉河 嗯 王剑嘉河 继200米自由泳之后 李宾杰又收获了今天晚间的 今天早间的第二块奖牌 现在看到的王剑嘉河 请获得奖嘉宾以莫奖用人领奖 15分49秒的成绩 拿到了女子1500的冠军 嗯 期待王剑嘉河和李宾杰 在东京奥运会上 创造中长距离的更多的好的成绩啊 是的 的 帮奖一事到此结束 请 帮奖三后 将会 退场 结束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颁奖仪式 我们可能还要稍做一些休息来等待 4200米自由泳男子接力的获奖运动员刚比完赛啊 大家还需要做一个短暂的调整 嗯 当然我远远的跳望好像从热身池已经有穿着浙江队这个训练服的选手已经在往领奖台来走了 嗯 鲜艳的粉红色 一般最后一项要领奖的时候我们这个这个呃 先不洗了 志愿者对嗯 都会要求你别说不洗了放松也别放松先来颁奖嗯 先领奖 大家这时候其实因为喜悦的心情啊也无所谓 赶快先先来领奖 今天自由泳 我们在没有观看到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也为大家再来回顾一下男子四伤200米自由泳接力啊 浙江队呃也是凭借强大的这个人才储备和优势 非常轻松的夺得了今天的冠军 7分20秒的拳击 嗯 现在大家通过电视画面看到的就是比赛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瞬间和回顾 嗯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红金拳最后的冲刺棒 冲刺时候的表现 我请愿意 我们在这个情节赞口中的测读 我们在这里的更含 我们在这个情节赞口中我们在这个 interface 我们在这里的谈慈から的团队 我们在这个艺术中的想法 我们在这个艺术中的街 더往转开 我们在这里的理由在这里的 central艺术中的卷得了它都尽在这里的内部 我们在这里的地方是美术中的晚上第二个月 那只能承��它是美术中的初一家空中吧 我们在这里的手里的昨天 现在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半 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午的时间 大家应该也 运动员们应该也挺辛苦的 要回去吃午饭 今天我们在现场来回顾一下 就可以看到这些运动员们 真的还挺辛苦的 早上不到8点就要来到这身池来练习 现在已经5个小时 至少5个小时 在渔泳馆训练比赛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颁奖仪式 第三名是来自江苏四方的选手们 杨苏四方的选手 獲得第二名的是廣東 王小川 陶冠藍 羅敏昕 陳俊兒 第二名是廣東隊 陳俊兒今天收獲了一枚金牌一枚銀牌 第二名是廣東隊 他獲得第一名的是廣東隊 陳恩德 潘甲樂 最地位 黃金泉 冠軍廣東隊 陳恩德 潘甲樂 費力偉 紅金泉 請頒獎嘉賓與獲賞的請願 好 再次祝賀獲得前三名的這些自由泳的小夥子們 也是期待他們在未來能有更多的好的表現 創造更多好的成績 那今天上午的所有比賽和直播部分就為大家帶到這裡 感謝各位的關注我們晚間19點繼續來關注本屆選拔賽的精彩賽事 感謝烏鋒指導的精彩的點評我們晚間再見 晚安見 晚安見 晚安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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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的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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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